在大台北地区的精华地段 别说买房子了 就算是租房子也都不便宜 不过今天民事议员堂要告诉您 有一种新形态的公寓 名为共生公寓 它只要租屋行情价的大约 八折就可以入住了 而这种共生公寓的经营模式呢 就是把住家多余的公共空间 像是阳台啦客厅或者是厨房 分租给外人 着收场地费用 就可以一起来分摊房租 另外如果房客有家室的专材 像是木工油漆等等 也可以以工换租 兼免部分的房租 而这种新兴的租屋概念 竟然是由一名25岁的台大研究生 一手催生的哦 带您一块体验 然后这就是我的房间 就是它之前本来是厨房 而后来因为采光很好 所以就把它改装成一个 改建成房间 老屋新生坐落十大商圈 一个月租金4500元就能入住 比如说你一年的租金来讲都会比 市面上再便宜一点一点 大概打个八折吧 在高房价的台北市 必须青年要挑战平价租屋 南油下锅香气扑鼻而来 这天五位厨师租了一间公寓的厨房 他们正准备做菜来欢迎一群陌生访客 那跟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饭这么好 因为我们使用了欧美国家很常使用的甜菜根 对然后我们把甜菜根打成泥 然后跟 cream 就是鲜奶油混在一起 然后当作高汤根 这个东西它看起来像饭 其实它是面 就要叫米面 然后跟它混在一起 所以它的颜色就变成这个样子 和厨师一打一唱的人是王韵欣 他是这间公寓的房客 平常进出的厨房 现在变成美食分享的公共空间 开放外人自由走动 他已经习以为常 甚至是乐在其中 原来王韵欣住在共生公寓里 而共生公寓的概念 就是把居住空间分享出来 出租给外人使用 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目前这个环境 我现在 我们这间是上下铺两个 然后我是住在上面这个床位 因为像我们也会 那时候我住在这边 我也会很想要能让这个空间 是一个很活跃的空间 有不同新的东西 所以就是我自己也会想要 让他接下来能够在这里办一个活动 有 味道是OK的 味道 这几斋锅吗 现在几点 六点 现在才六点吗 对啊 你们还要做两个小时 果不愧是法国料理 共生公寓的概念 其实是一名台大城乡所的研究生 年仅25岁的潘信荣发想出来的 他认为 人人都有机会住在高房价的都会区 在台北 台北居住的这个成本是相对很高 但需求也很高 那大部分人可能省一点钱 可能就去出租 去住那种出租的套房亚房 那其实是其实你平常生活或工作 或者是一些娱乐都还是在市区 所以就会觉得说 是否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在 以一种方式能够住在市区 那同时你又有一些 不同样的生活方式和体验 依照派之用的构想 把客厅或厨房 这些原本属于房客的公共空间 开放外人租用 房客能借此认识新朋友 接触更多娱乐活动 而且有了场地费的收入 房客每月的房租也比较便宜 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空间 就是我们跟朋友可能偶尔会在这边聚会啊 吃东西 那同时他也会做出租 就像有一些朋友 像我有时候回来就会遇到一些陌生的朋友 在我们家就是聊天这样子 里面这边也其实都是大家会一起使用的 然后这就是我的房间 就是它之前本来是厨房 可是后来因为采光很好 所以就把它改装成一个改建成房间 那之后会再加窗截这样子 然后因为它空间算蛮大 所以就素材很舒适 这里是台北市租屋黄金地段 大安区泰顺街 五平大的雅房 当地月租金的行情价七千元起跳 不过现在只要四千五百元 因为我就看到非常多人在抢这个房子 所以我就寄了很多信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希望可以塑进来这样 不过并非每位房客都能享受到这种物美价廉的好康 毕竟台北寸土寸金 用低价出租房子要稳赚不赔 潘信荣还拟了一套顶价策略 就是租屋一年以上才有月租金八折优惠 若是不满一年 每月租金其实还是比周边行情要高 后来发现就是其实外国人在台北的租屋的需求其实蛮高的 然后相对他们可以付蛮多的租金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公共空间的租用 也会有一点点收入 所以这两个收入会让我们的空间可以持续运作下去 长期租屋租金打八折 但如果你有做木工的一技之长 住在共生公寓里甚至不用花半毛钱 需要帮忙吗 Connor熟练的用手锯切割木棧板 他用装潢技能换取住宿 房客免付房租 潘信荣省下装潢费 可说是双云局面 也之前我是做木工 就是家具的整修 也有帮人就是盖房子 经营公寓除了开园 还要想办法截留 其实潘信荣用来打造共生公寓的房子 也是租来的 他线上租屋网找便宜的房子 不过房矿不尽离想 为了节省成本 潘信荣从设计 选材到洞工 常常要一手包办 将一间房子改装的成本压在15万元以下 像这间的话 他本身的房子比较潮湿的状况下 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处理臂癌的问题 那我们就会想要尝试 像比如说像这个叫做木天水泥板的东西 那它本身其实是很防潮又有隔音效果 对台湾民众来说 共生公寓的运作模式或许很新鲜 不过其实它是源自于欧洲的共生住宅 而且偏重在社会福利的概念 然后像据我所知的话 像德博也有特别在推行那种 老年人跟青年人一起住的那样的公寓 就是说他们彼此去交换 比如说青年人能够教长辈 使用一些科技的产品 然后长辈可能可以教青年人 做一些做事情的一些经验等等 生活模式有点像台湾早年的大家庭 不同的是不是血缘凝聚了人群 而是社区的大家 因为彼此的需求住在一起互利互惠 至于潘信荣创办的共生公寓 就是以这样的概念演变而来的 降低居住者的负担之外 它也可以使得在公共空间的使用者 跟居住者他们如果有一些共同的想法 或者是说共同学习的可能性 这样子把它连结在一起 其实我们会也有跟另外一个NGO合作 就是他们每个月底的新一天 会有印尼的移工来我们公寓 然后会进行一些不同的料理 然后我们提供台湾的菜 然后他们提供印尼的菜 台湾的共生公寓尝试找回这种人情味 相遇也是种学习 更拉近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距离 潘信荣是网路世代 透过网路结识很多朋友 后来成为他的访客 而社群媒体也帮他打出知名度 吸引其他有相同理念的房东 加入共生公寓的运作模式 好 谢谢 你好 所以也不用板它 不用 都不用动 很棒都乱 我只大了 入住了可以试试 是因为一个人住啊 然后我想说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些想法是还蛮类似的 因为第一个是我有多余的空间 我有一个人住 我也用不到三间房间这么多 对 然后想说他们有一些 比如说租给需要的人 我觉得这个概念还不错 李医生提供房子 改装 管理 找室友则由潘信荣来负责 房子改装前两人相约看房 与李医生讨论每个空间要怎么规划 因为这边是面西北 所以下午的时候会有斜的阳光进来 所以这边的话 目前打算这边会去木材行叫 直接叫一片木板 然后它变成一个户外小小的吧台空间 就是你家的公共空间最多被开放 然后这样的事情 就是你算不定可以接受 我觉得可以啊 而且还蛮热闹 而且可以接触到不一样的 我觉得也还不错 因为我之前在欧洲当交换神的时候 其实也有去住过别人家 这个我们这一区可能会考虑再去找一个 一个收纳的 可以收纳的柜子 最后一张不见了 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比较像是共享经济 就是说它有一个多余的空间 然后它把它整理得很不错 然后让它可以负担 然后分租出去 不只空间分享 在台湾还有汽车工程等等 透过网路把资源分享出去的例子 越来越多 而这群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打破台湾租屋市场的既定模式